如果没有这个日本的人 阿里巴巴可能在20年前就已经倒闭了 他就是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 1999年阿里巴巴刚成立一年 那是马云这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刻 拉着十几个朋友凑起来的50万资金 马上就要消耗殆尽 员工下个月的工资还没有着落 此时他已经连续三次创业 却均以失败告终 他急需要一笔资金 把公司拉出泥潭 然而见了十几位投资人 却纷纷遭到拒绝 在当时这个瘦小的杭州老声称 要帮助中国数百万的中小企业 把传统的外贸生意搬到互联网上 让人感觉这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 走投无路的马云 给当时以莽撞著称的投资人孙正义 写了一封信 孙正义答应给马云10分钟的时间 没想到见了面 马云根本不提钱的事 反而谈论的都是 如何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 这让孙正义感受到了 马云的创业激情 和想改变世界的决心 马云讲到第六分钟的时候 孙正义就决定给他2000万美金 多年以后 这笔投资让孙正义拿到了 高达1700倍的巨额回报 把他送上了日本首富的宝座 而真正让孙正义在投资圈 一战成名的 则是一个叫杨志远的年轻人 和他创办的雅虎 大学刚逼越的杨志远和马云如出一辙 也给孙正义打了一通电话 同样没打算让孙正义掏钱 当孙正义来到雅虎办公室时 只看到十几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 那时的雅虎设计丑陋功能不完善 可孙正义在和杨志远聊了30分钟之后 就直接投资1亿美金 换取了雅虎33%的股份 震惊了整个美国投资界 大家都嘲笑这个日本人是个疯子 然而就在孙正义注资两月之后 雅虎便成功上市 孙正义手里的股票一下变成了75亿美金 这个日本疯子摇身一变成了东方巴菲特 2000年软银的资产超过了400亿美金 成为了日本前十大公司 只是孙正义不会想到几个月之后 他和软银就要面临破产的危机 究竟是什么能让孙正义刚刚在投资界声名远扬 却又迅速的跌落谷底呢 请关注下一集天才的压注